中寮香龙眼林福利协会长期支援老人送餐 引起许多企业团体的关注 多年前新一箱农会就主动联系 希望协会协助烘焙屋煤 代工费用捐助老人送餐使用 为了提供屋煤的使用量 新一箱农会也积极开发新产品 希望能为龙眼林的老人送餐 挹注更多的经费 中寮香龙眼林龙眼罩前这几天相当热闹 新一箱农会收购的梅子 委托龙眼林福利协会协助烘焙屋煤煤 这对营运经费不多的龙眼林福利协会 算是及时雨 让老人送餐以及长照业务可以持续 同时也可以让中寮乡民赚取一些收入 今年因为我们新一箱农会 都是一大量的采购 不然都送给我们十年 都像我们十年年给我们加工 给我们协会 缺点赚一些钱 可以来提供我们的上山佛屋 日间照顾 跟孩子的一些报酬 所以说 等级以来 多少我们新一箱农会 对我们协会等级的照顾 本来都在乡线做一些临时工 就像人说大家啊 工作就比较不稳定 然后就新一箱农会 给那个龙眼林福利协会 有制作这个梅子这个 然后就收入可以比较稳定一些 然后天天都有工作这样 我们有很多服务 服务很多独居老人 他们是有送餐的需要 他们需要送餐 那可是他们可能经济 无法去负担这个餐费 可是他们工费又申请不到 补助资格不服 那所以由我们送餐给他们吃 那经费从哪里来 就只能从这个代工的收入 然后我们向社会大众募集的 那个募款来支应这些 就是送餐的基金这样子 新一箱农会多年前得知 中疗箱农业领福利协会 长期从事老人送餐 等等的长照工作 虽然有热心企业支持 但经费依旧有限 于是主动联系协会 请协会代为烘焙屋煤 代工费用则是可以补贴送餐的经费 农会是一个社团团体 我们也要尽一些社会的医务 我们看到我们这边 整个中疗箱这边 帮助我们老人在送餐 整个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尽一份社会责任 也来帮助他们有一点 收入之余不会有匮乏 为了让带轰乌美的业务不中断 新一箱农会近年来 也积极开发新产品 增加乌美的使用量 希望让龙眼林福利协会的送餐经费 能够稳定成长 帮助更多落实的家庭 为了我们提高我们收购的数量 以及就是因为长年以来 我们在龙眼林福利协会这边 请他们代工做的乌美 所以我们这边也绞尽脑汁 就是想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什么项目 那最近我们也研发出一款 比较大众口味的一个乌美汤 这个是非常适合大人小孩年轻人这样喝的 我们希望把这个业绩把它冲高 冲高之后减少我们的库存量 这样子等到明年后年的话 每一年都可以固定的收购这些数量 为了增加协会的能见度 龙眼林福利协会 由龙安数位机会中心架设网站 也透过热心企业赞助改建共餐厨房 每日供应营养餐食 让若氏以及独居长者享用 如今新一厂农会 更请协会烘焙屋梅 不仅让中疗乡民赚取收入 对于老人送餐更是如同即时语 让公益活动可以持续不间断 记者张东仁 中疗乡采访报道